周女士 第一 感情转移 其实对于你们的婚姻的忠诚度 是最大的伤害 如果我们发生了感情的游离转移 那其实你们迟早会出现红灯 只是时间问题而已 那么为什么我们要去试呢 你要知道一旦底线我们去突破了 那其实有很难挽回的余地的 这就是为什么你的老公 会一二再再二三的发躁发狂 这些是根源 而第二 不要拿你的老公和别的男人去做比较 你老公有你老公身上的优点 当然也有他的缺点 如果说你一旦纳入了这种比较的这种范畴 说实话 没有矛盾 已经算是非常奇迹的事情了 第一 感情忠诚是前提 第二 如何把婚姻经营好 就是不要去做比较 一旦比较就会有伤害 而我们的男方我想说一下 其实我觉得你这十多二十多年 你对于婚姻的一种状态 其实就是在忍着熬 我能理解你刚才的这种动容之处 我们没有否认你是一个好父亲好爸爸 对吗 但是如果我们要回到婚姻的这个话题当中 不管是你对于这么多年的家庭的一种隐忍 还是对于妻子以前的过往的一种计划 其实透露着是你内心的一种不自信 透露着其实你对于你自己的一种自卑 其实我觉得跟你的成长环境和家庭环境 其实有一定的关系的 你们家里条件从小到大就是不是特别好 对吧 所以以至于导致说你会看中对方的那一块土地 对对对 而想要去跟他去做结合 一个男人卑微到如此之地步的话 我觉得对于婚姻是好还是不好呢 我觉得其实你们这么多年的相处的结果 其实已经告诉了我们的答案 男方的话我觉得你除了这种自卑的话 其实你内心还是有一份事业心的 你想要去证明自己 你想要在孩子面前树立很好的附近的形象 你甚至在你的妻子的面前 想树立很好的丈夫的形象 你努力在做 但是你没有做得很好 那是因为你的情绪的管理的能力 真的是差到了极点 我觉得这是你这么多年缺失的一个大的问题 这个问题不解决 你不管是跟你现在的妻子 还是你今后重塑家庭 一定会成为你致命的伤害 这是其一 其二 你要容忍妻子的一些坏脾气 要有包容 我们要有胸襟 我们要有格局 当我们男人这些 这些东西没有的话 其实我们这个小家很难成为大家的 当你这些缺失你弥补回来的时候 你就会变成你自己的财富 你就会变成这个家族的财富 你就会变成孩子的财富 我会变成孩子的财富 感谢观看